如果你想要下载以及不存在的回形针视频 你会怎么做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找一个有资源的哥们 美杨 让他把这期视频发给你 早期互联网大家就是这么共享文件的 但是这样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下载的人一多 每个人分享到的带宽就变小了 下载速度会变慢 更危险的是 这期视频是敏感资源 你的哥们本来就不应该分享给你 如果美杨被抓了 大家也都别下载了 针对这些问题 美国工程师Brian Coen 在2011年发布了BitTorrent协议 资源不再由一个人或一个中心服务器提供 而是由所有人提供给所有人 下载的人越多 速度越快 这种模式也叫Peer-to-Pe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2P下载 BitTorrent的核心思想 是把文件分成很多个小块 让下载者互相连接 以这支117.3M的视频为例 被分成了895个128KB的文件块后 下载了第306块的用户A 就可以和下载了第11块的用户B 交换彼此下载好的部分 参与的人越多 互相交换的聚业密集 下载的越快 为了做到这一点 BitTorrent协议需要资源共享者生成一个包含下载信息的种子文件 后缀是Torrent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BT种子 种子文件包含文件的名字 大小 分块后每块文件的大小 哈希值 以及Tracker服务器的地址 Tracker很重要 通过Tracker 我们才能找到其他下载者的联系方式 当你用下载软件打开种子 就会开始联系种子文件里内置的Tracker服务器 告诉Tracker 我要下载这个文件 服务器会记录下你的IP 并把其他正在下载或下载完的人的IP返回给你 这样你们就可以愉快地组队下载了 当然 如果没有找到正在下载的人 资源发布者也不在线 你就只能以0KB每秒的速度等着了 不难发现 Tracker服务器是P2P网络的落点 如果Tracker被关闭或封禁 你就无法找到同伴 也难以完成下载 为了摆脱对Tracker服务器的依赖 今天最流行的下载方式是磁力链接 通常是一串这样的神秘代码 前面都是标准格式 最重要的是这40个16进制的数字 任何文件丢进哈希算法 都能得到一串这样的字符 40位 16进制 只属于这个文件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文件ID 它能帮我们找到我们要下载的东西 磁力链接的本质 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小型Tracker 每个人都拿着一份动态更新的地址和文件信息 我要找与我连接的10个人 他们各自再找10个人 一传十 十传百 千万 最后我找到小明 小明找到老王 老王找到郭东霖 郭东霖找到美扬 我和美扬就连上线了 但这种所有人找所有人的方案 其实不太行 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资源 效率也非常低 还有可能重复传播 造成广播灾难 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个关键信息 距离 注意 这里的距离不是空间上的距离 而是逻辑上的距离 重点来了 接下来我会详细解释 磁力链接用到的DHT网络的构建过程 会有一点点难 但是如果你理解了 会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开始吧 刚刚说了 每个磁力链接 都有一串唯一的文件ID 可以产生2的4乘40 即2的160次方种组合 用只有零和1的二进制表示 就是160个零和1 而每个节点 也有一串160位的零和1 作为节点ID 根据这160位数 我们可以计算节点和节点之间 节点和资源之间的距离 假设美扬发布了一个文件 就能计算他所知道的节点ID 与这个文件ID的距离 让算出来的距离最短的节点 再计算他知道的节点和文件ID的距离 重复这个过程 就能找到与文件ID距离最短的一批节点ID 把美扬提供的下载信息存在这里 这样下载者也只需要找到和文件ID 距离最近的节点ID就能建立连接 开始下载 但这个距离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用1或算法来计算节点之间的逻辑距离 相同就是0 不同就是1 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们简化一些模型 把160位缩减到4位 假设你的节点ID是0100 目标节点ID是111 那么你们之间的二进制距离就是 1 0 1 1 换算成实进制就是11 有了距离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这样的二叉数里 快速查找目标了 所有可能的节点ID都在这颗二叉数上 4位数需要分叉4次 生成2的4次方即16条路径 每条路径的终点就是一个节点ID 接下来你作为0100就可以拆分这颗二叉数了 从第一次分叉开始 把不包含你的那颗子数拆分 然后在剩下的子数的第二次分叉处再次拆分 直到只剩下你自己 这样就拆分出了4颗子数 我们在每个子数里选两个点 就得到了4个K桶 呃不是这个 是这个 K Bucket 暂停下来想想你就会发现 用异货算法计算0号K桶和你的距离是0001 换算成实进制就是1 1号K桶的两个点和你的距离是2-3 以此类推 2号K桶的距离区间是4-7 3号K桶的距离区间是8-15 我们刚刚算过 你的节点ID0110和目标ID1111之间的二进制距离是1011 换算成实进制是11 也就是说离1111最近的肯定是3号K桶里的两个节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联系这两个节点让他们帮我们找1111 以1110为例 1110也能拆分出4颗子数 得到4个K桶 计算1110和1111之间的距离 结果是0001 换算成实进制是1 也就是在0号K桶 1111就在这里 这种网络结构被称为DHT 分布式哈系表 一个高宽容度的去中心化网络 只需要一串文件ID和储存在本地的K桶数据 你就可以高效地找到要下载的文件 而资源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也只需要分享40个数字就好 足够简单 方便和隐私 在真实的DHT网络 每个K桶至少记录了8个节点 任何一个节点下线都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 作为文件和节点ID 2的160次方也足够大 大到全地球70亿人每秒下载1万个种子 也足够下载百万亿年直到宇宙终结 这些天才们的设计让我们拥有了一个无法被审查和追踪的去中心化网络 这催生了庞大的盗版产业 但也让很多内容有机会避开审查 因为网站可以被隔离 被拔线 被禁止访问 但种子不会 只要种子不死 那些不存在的音乐 图书和视频就还活在互联网上 没有任何人可以毁掉 我是吴松磊 本期节目的制作非常不容易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一定要转发